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非议 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 中国的问题极重难反 靠换人换政 能解决吗 只有找到一条新路 中国才不会忘 首长 我欣赏你的建设和才华 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 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路 那是我李大昭毕生所求 我愿意 好 同学们 同胞们 天发杀鸡 战云似飞 我族趁机逼我下雨 刘日雪子 急身一御 回望神州 仰天悲愤 既然已经到了 国王人死之计 便再无 投鼠及其事顾虑 我们应该有 破釜陈州之决心 窃国大盗 袁世凯 恢复定制选 要当皇帝 中华民国 畏在旦夕了 卖国贼 袁世凯 已经签订了二十一条 中华民族 畏在旦夕了 同胞们 共和就要捕了 青岛就要丢了 同胞们 你们说怎么办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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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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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了 就凭你们啊 还捣人 别给国家捣乱了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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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凯 如今国难当头 共和将死 你们几个在这里 阴阳怪气的 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 是 是 是 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凭你们这样 能救国吗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 麻木之人 中国才会辱到如此天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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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 这个罪名 我们可真担不起啊 若不是那些愚蠢的革命党 非要照搬什么 美利坚的共和制度 中国早就走上了 君主立宪的道路 万不会演变成 今天这不伦不类的局面 如今袁世凯 力图实行君主立宪 才是真正回归了正轨 这才是中国的救亡之策 肃权之本 一说八道 荒谬之极 荒谬之极 民主共和的思想 早就已经身入人心了 你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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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倒车 究竟是我等开历史倒车 还是你们这些革命党 不顾中国国情一意孤行 同学们 同胞们 康有为先生早就说过 革命非一国之善事 法国革命 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 再者 中国明治未开呀 如此情况下 强行推行共和制度 并将如纳水上扶贫 无处生根 张风仔 你刚才所说的话 实乃荒命 康有为的话 很多革命先烈 早已经驳斥了 革命固然会流血 但是我想请问你 君主理宪便不会流血了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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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一 二 德 一 哪一个国家 不是经历了多少次的变革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还获得了社会 真正的进步 另外我想问你一句 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们这个国家 明治未开了 什么大义 辛亥若免 整个民众的思想 早已经得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海内外七声导员 这个现象来看 便是铁证 越是在民族威望之时 就越应该换起民众的权物 振作民族精神 而且如果要把 更多的思想 关注给民众 则必须推翻 封建的思想 要不然 不明是超人 立北时代的联益作样 因为我爱人 必须要救护 当然 不为了 重划民族 更必须要救护 更远 救护 导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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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 说得好 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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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 手长的话 有理有据 八字废物 慷慨其昂 直指人心 太好了 中 escape 你觉得呢 中 escape 救护 即使 sung 你知道吗 忠福 来一下 凉 鸡 如你所言 是个见识极高的青年 怎么在这儿吃上的 我正好入伙 看见他们吵吵闹闹的 谁都不吃饭 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粮食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什么时候的 你们在这儿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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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陈独秀吗 你是陈独秀吗 我是 对 他真的是 我是陈独秀 他是 是 大家请安静 请安静 既然重甫先生在这儿 我们想请问您 您觉得 该如何救这个中国 我倒觉得 这样的国无可救药 你说什么 是什么人啊 是什么人啊 你怎么了 这不是 谁 谁都叫 你说的是人话吗 简直是无耻 是无耻 干什么你 不放了啊 这不放了 众主先生 您刚才所说的 真是内心所想 那当然是 不过 我是想说 你们看到了吧 同学们 你们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革命党 大革命家 你知道他说过什么话吗 他说亡国无所息 还说什么 亡国为奴 何事可不 残民之国 爱之也何居 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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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断层 别说 别说 不要断层 不要断层 你就算先手 走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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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别说 别说 那你想象应该是什么点 您没事吧 真抱歉 遇着这种情况 没关系 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您的那篇爱国心 隐自决心的文章我看了 但是有诸多的疑虑和不解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行不 我知道 你李大钊是河北人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 问死理 但是现在中国就缺认死理的真汉子 问 您说 爱国要有立场 不能打着爱国的旗号 甘愿去当袁世凯的顺利 那按您的意思来说 只要是袁世凯当政 大家就不要爱国了 认死理的汉子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爱国要有立场 不能把爱国跟孝通袁世凯 混同起来 打着爱国的旗号 来掩饰 袁世凯的窃族行为 这跟你刚刚的言论 不是相符的吗 那袁世凯 口口声声 说他就代表国家 他是在混淆概念 如果爱国没有立场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 来搭档袁世凯 我深以为难 我认为当今的第一要务 是启发民主真正的爱国系统 眼下中国正在被西方列强所划分 如果大家都怪国的话 那这个国家就亡了 首长 我问你 西方列强 划分中国靠的是什么 全家靠列 非 你说那是鸦片战争和甲鲁海市 现在列强划分中国 靠的是借债 中国政府每年向西方各国 借的外债 占国库收入稳一半一少 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家 只能靠 以国税铁路为抵押借债 来维持政权 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指望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倒门 推翻这个腐朽的统治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非也 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 中国的问题极重难返 靠换人换政治 能解决吗 那照您这么说 我们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 有 但出路不是老路 只有找到一条新路 中国才不会吧 何为了 正前宫别 就班一个旧王朝 建立一个新王朝 循环网路 这是老路 那何为新路呢 不知道 我正在找你 我正在找你 首长 我欣赏你的见识和才华 你愿意跟我一起找吗 为中国寻找一条救骨之路 那是我李大昭毕生所求 我愿意 好 祝福 你们俩都跑到这儿来了呀 你让我们这头好找啊 唐票 唐票拿到了 明天我们就能回国了 太好了 终于可以回去了 中府啊 赶在回去之前 可算把寿场给见了 也不枉你白担了一回 卖国贼的罪名啊 不枉 不枉 见过 是啊 他今天可是专门来见你 自打他在贾营上 看了你发表的文章之后 就一直想要见 不许此行 收获神风 如获之宝 你呀 总是闷在屋子里写文章 还不让我们管 不让我们问 把自己弄得个个乞丐似的 疯头够面子 全身都是狮子 回国不得下来就办啊 赶紧回去 捡个头 洗个澡 换身衣服 传过山东喽 心中有气 想骂人 想骂袁世凯 我也想骂这个袁大头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就敢把青岛给了日本 你说这次是不是吃错药了 对 我都想骂了 袁世凯没有吃错药 是我们这国家 无药可治了 怎么讲 你想啊 从道光年林则徐进鸦片起 整整七十五年了 这中间有多少人想了多少折 也没挽救一个大清王朝 新中山从西洋引进了共和制 国人也都以为这是一副 可以救国富民的良药 谁曾想啊 这共和在外国领 到了中国它就不领了 共和三四年下来 国家反倒不如以前了 既然无药可治 那还是走老路顺道 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 不是人家的这些人 我们是为了 我希望有什么都不领备 我们是为了 宗国人的想法 都不领备 这些人 我们的想法 都不领备 每天都不领备 那些人 都不领备 那些人 是一副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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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人家给你让路 你怎么不理着呀 你这太不近人情了 此人是谁呀 这是大名鼎鼎的同盟会元老 相遇联军的第三军军长 邹永诚将军 你得给人道个歉 我素来对官僚侦可不感兴趣 你看你这人 来莎先生好 邹将军好 中副先生好 邹将军可不是一般的官员 民国二年宋教人被杀 周将军深赶共和国将成为炮影 留军命师一手 愤然跳进黄埔江自杀 通轰革命十余年 驱逐葫芦着祖颠 不料元侯金道出 洞河成梦 我归天 多么好气磅礴呀 哪里 在下无能啊 投黄埔江自杀 畏随啊 的确是畏随 信德于民旧亲 若是如此 我倒觉得你是个糊涂人 革命者怎能轻生自杀 我陈独秀此生 绝不会做自觉于革命的蠢事 众福 周将军 抱歉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众福 众福 你太霸道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 没准哪一天 我也会像屈原一样 头疆自尽的 你到时候也来嘲笑我吗 对不起 白上 我心情不好 实态了 走 你们把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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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gat 快点 你们把手 kindness 你们干什么 不能这样 快走 快我 快看 快 schools 快低了 快快点 快点 我看不起你 真 peers 快点 快点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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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没有账战券 你必须购买 但是 误会不能误会 我们在一区选择 警察行动了 那些人没有账战券 他们会购买了 好 你放过这两个亲密 传票 我来说 那是 对不起 不行 你们几个 要向这两个中国年轻人道歉 我们是日本人的 我们是公务局的 我们是公务局的 你给我打人 打人是执行公务吗 巫骨妇女是执行公务吗 托女人一共是执行公务吗 我告诉你 你们日本人滥用职权 肆意辱骂我们中国人 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侮辱 这里是公海 这是一件足以引起 国际交关的大事情 你们非要把这件事闹得不可收拾吗 道歉 道歉 中国人其宗隐 进而反抗 这是 кто把这编子 回答ahu 我真的有答案 非常榮 你是他们一下 nothing 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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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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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赢了 赢成了呀 对不起三个笑就玩笑了 赢了 这算赢嘛 接着打呗 回来接着打 说什么呀 是什么你 看到自己同胞受欺负 不出手相助 反而在旁边说风雷话 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还竟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您知道羞耻 在这儿逞能算什么本事啊 有能耐到欧洲打仗去啊 把八国联邻给灭了 那才叫粉丝 你干什么干什么 中国人打中国人 来来来 让外国人好好看看 中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 来来来 中国人欺负中国人 别吵 跟我回去 好 走走走走 都回去 都回去 别生气 别跟他们一般解释 来看一下 来 刚才一下 跪脚啊 残弱拍了 什么拍呀 比药 比药西 好像是吧 你这眼神也不行啊 你这眼神也不行啊 是异点 好 好玩 哎 哎 怎么还把牌上呢 哎 红包受了 就远没有 比你们打麻将重要是吧 这个打麻将有啥过来啊 是啊 你给我拍干嘛 他们桃片很有理啊啊 啊 国之所以不仓 在于民治未开来 哎 这 大麻将跟国长不长民开不开 有什么关系啊 我都不行 你给我麻将干嘛 你还不想丢人哪 我们中国人在这儿自己吵架 让他们儿子给看笑话 所有人 回去传将军 马上 好 忠武先生 没事吧 没事 郑将军 我会之前对你的失礼 正式向你道歉 来 你是一条汉子 惭愧 谢谢纪元先生 来 纪元先生 那个传票钱 我们一定会尽快还给您的 不用不用不用 啊 大家都是中国人 帮助是应该的 谢谢 中府先生 您不计昨日之前出手相助 心刚谢谢您 哪来的昨日之前啊 您忘了 在早稻田的时候 我吐了您一口 没忘又如何 吐完您 你吐我一口痰 是你的血型 今日我们打这一架 是我们的血型 但是仅凭血型 这家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这其中的道理 你懂吗 今天呢 请大家来 一是呢 为重复老弟的回国 接风洗尘 第二一个啊 自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 我们这些革命党人呢 就坐鸟寿散了 致各奔东西东躲西藏 死的死是伤的伤的 今天呢 大家能够聚到一起 那也是劫后余生 实属的利益 现在这个局势呢 欧洲列强在打仗 本来是我们国家得以喘息的 一个好的时机 可这日本人呢 他趁虚而入 又提出了 隔壮山东势力的二十一条 这原是什么 是卖国求荣 独久国旨呀 耻辱啊 这真是耻辱啊 现在是全国沸腾 全国抗争 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冷眼旁观 当顺民 当汪国奴 绝不能 现在正需要我们去添把柴 加个油的时候 所以请大家来交消心 大家有什么想法 各属己见 永辰是一介五福啊 但我以为 当今中国之要物 首先是要打倒袁世凯 再造共和国 我祖刚才说得对 西方欧洲列强啊 战士混争 独暇共浅 袁世凯啊 没时间回教革命当 我们要趁着这个好时机 发动民众 大造反原舆论 积极准备反原战事 一旦时机成熟 我们就揭竿而起 一举打垮原始感 再造一个占星的共和国 周将军说得好 我也是啊 受众副兄的启发 这次啊 准备组织在户的相继人士 办一份救亡报 大造反原的舆论 对了 各位在座的高人 可得多多指教啊 刺口提携啊爹 周将军五人办报 令人钦佩啊 我兄弟搞出版多年 今后大家如果有用的 找我们的地方 尽管争取 我们全力上海 张世昭先生 已经决定从日本回国了 我 张先生 还有众府 我们惊略的假音杂志 也决定从日本迁回上海 现在 这乡晚联手已成定局 我相信啊 在张先生和众府 这两支领头羊的带领下 我们一定会把报纸办得 轰轰烈烈 惊天动地 众府 你别顾着就吃花生啊 这个千判万判的 好不容易把你给判回来了 大家都想听听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新的思路 叔叔 是啊 对啊 众府 同志十三年 晚人李鸿章 在仇役海防折中 称我中华已处理于 三千年为你之大变局 三千年为你之大强敌的时代 我想问问各位 这个变局和强敌指的是什么 依我所看 变局指的就是地质的崩溃 这强敌指的就是西方列强吧 变局 中国经历的多了 从秦始皇到小宣统 改朝换代几十次 到头来还不是 专制体制的循环吗 强敌中国也经历得多了 古往近来有多少强敌 打到了中原 结果呢 我泱泱中华 不仅没有消亡 反而像滚雪球一样的 越滚越大 中华文明五千年 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势 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 中华 你说的这些个都是历史 现在今非昔比了 没错 鸦片战争 打破这个格局 这一次真的不同 这一次我们遇到的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强敌 这个强敌 不光强在武力上 更重要的 它是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 它们不仅有工业时代所产生的先进武器 它们还有资本时代所产生的先进体制 和先进的体制 在它们面前 我们的制度落后了 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 一句话 我们的人落后了 这是我们泱泱中华 几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 对吗 所以我的结论是 改造中国人 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 提高中国人的素质 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 当务之急地 要造就一代新人 中华兄说得好啊 一句将天文 的确 开明治造新人 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大情 但这事太冷了 不是一朝一夕五 确实 这需要很长一个过程 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也不能狂惶徘徊 千生我才 不敢担当 就是失职 就会疑惑子孙 我等 绝不能做错毕上官的局外人吧 抛大喜办大事 不当缩头无归 这是我等的责任 中华 说得好啊 我们该怎么做 一 思想启蒙 二 改造社会 悠悠万事千头万损 唯此两相为大 这不够 那外文人的思想是五花八五 制度也是五花八五 哪一个 适合我们国家 问得好 对西洋先进的思想和制度 我们必须要辩析 我们要找到最核心 最普遍最实用的东西来武装我们青年 这个问题 我探索多年 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结果 不久 我会昭告天下 所以此次归功 我想创办这份杂志 作为幻想国人政治的觉悟 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 我向各位保证 让我办十年杂志 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各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这些人的责任 就是要通过办杂志 辨析 选择和验证出 一种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 作为改造中国青年 和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 来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 行轩先生您怎么来了 快去 我现在要回国了 过来看看 您坐 怎么了这是 这么慌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可能最近 演成了某些日本学生的 眼中钉合作公司 他们经常借着度我上课的名义 过来挑事 回我稿子 所以眼下我听见 敲门上的第一反应 就是藏稿 你参加各种活动 出面有较多 被人盯上沈台铭的 受查 我听说 学校对你意见很大 日本的大学 管理非常艳能 你可得注意了 你得找到学业和革命两不误的路子 啊 最近呢 我正在筹办 中国留日学生作为 而且我还打算 跟遗憾办一部叫民遗的杂志 作为留日总会的汉务 受假议的启发 民遗也反对了 民遗原始他们专制政治 并希望通过评论和探讨时局 灌输近世文明 和促进民众决心 这让我确实耽误了不少科手 但是眼下革命形势正是激烈的事 我真的很难选择 这样可不行 我的观点啊 学业也是革命的文件 既然进了这个门槛 就一定要把文凭拿到 要不然多可惜 其实 省长做得算是不错 上学年十一门课 他是考了七百三十六分 在他们政治经济学习 一百零六名学生当中 也是排在前四十来年 因为他没有读过预课 他直接进得本课 那这个成绩算是不错 这是灵等 惨愧 灵等很不错 你底子好又肯吃苦 学业对你来说不是问题 尊守校规是你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好 我没有上学 道理书情书情 真的让我很难取舍 大热天的 你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的学习 说明你翻得很清楚 在写什么呢 好 我和众府先生约好了辩论 我写了一篇 厌世新隐自决心 批驳他的观点 您帮我看看 行啊 你这算是 真的跟众府照上镜吗 说说 首先我认为众府先生提倡的那个 有国家不为喜 无国家不为优的自决心 是一个悲观厌世勿国的目标 何谓自决 自决就是赶尽国家精神 自强不息地创立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了 就不爱国家 更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爱 就去厌了 甚至是抛弃这个国家 我赞同你这个观点 可是我觉得 众府的这个自决心呢 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我听说他现在是逐步出户 闷着头给中国找药芳 你看着 没准哪一天 就真的能让他放出一个津片炸类来 其实我和众府先生言论 也是小逼的书章 我真的想看看他的葫芦里头 到底卖的是没有 好 那就这样 这篇文章呢 就发这一期的假营 明天就发牌 看看这个称重府 接不接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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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